这里面有好几次的交锋 第一次这个男生上家里去的时候 跟他要彩礼的时候 男生说我没有的时候 女生估计心里就咯噔一下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因为姑姑生病这个事 跟男生借钱一直没回 女生估计现在你们又咯噔一声 所以慢慢发展到后面 其实女生害怕的不是你搭档 女生害怕的是你拖着 恰恰你做的就是这个事 你就拖着嘛 就说白了给句通话话嘛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她害怕这个 当然我也要帮你说一下话 确实到了面对彩礼 这个问题的时候 年轻人根本不知道 怎么去面对 像你 我觉得你处理的 在你的立场上已经很得体了 我努力 我攒钱 我觉得你挺得体的 基于这个女生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周围的人都说 她应该是一个什么立场 她应该站在她爸妈那边 还站在爱人那边 她没有立场 她丧失立场了 所以我建议两个方向 要么就是晚结婚 晚生娃 这是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 灵机处灵压力地建立家庭 这是第二个方向 这两件事情如果都做不到 真的不要说结婚这个事 也不要拖着人家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